沒有共識,就是尤其是企業的部分 您指的沒有共識指的是說 在報告裡面,你們所去問那些公開上市的公司 他們對於這個制度的意見嗎 對,就是76%反對設置勞工董事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就針對這些企業,在勞工方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徵詢過他們的意見 問卷調查的部分沒有做到勞工 為什麼沒有做勞工 你們只在乎資方的意見嗎 工會代表 這個是設置工會的 沒有啦,你設置工會的只有12% 那你有設置的那12%有做意見調查嗎 沒有啊,我們沒有問 為什麼沒有 所以我的問題是,你們只在乎資方的意見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做這個調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對產業的影響 因為這個東西本身是公司在董事會上的運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公司對於這樣的一個機制 沒有,我們今天這個法律提案的內容 就是說在整個產業民主啊,的概念下 我們大概了解啊,在所有權的結構下面 公司的股份是由股東所有,這沒有問題嘛 但是我們現在在整個公司治理上面,已經朝所有跟經營分開的方向 所以應該也很清楚啊,一家公司的成敗,他的心衰 最後的結果,絕對不是只有股東啊 還有受僱於這個企業 每一個受僱人 而每一個受僱人背後 就是一個勞工家庭 那也正是因為在這樣子的一個潮流下面 所以針對產業民主這個理念的落實 就股東 他們在公司裡面所應該享有選董監控制的權限 我們目前的公司法於維持 但是現在我們今天所提出來的 這個證券交易法的修正草案 也不是說全部的董監都是由勞工選啊 大部分的還是由股東選啊 他的要求很卑微啊 只是裡面看可不可以有一些少數的勞工代表 能夠去反映勞工的心聲 那今天你在調查整個問卷的過程當中 你告訴我社會沒有共識 因為你們有問公司 大部分的公司都反對 那你問的只有資方代表 從資方代表的問卷 能夠作為我們在這件事情的立法上面 唯一的判準嗎 那第二個事情 我比較失望的事情是說 你們連工會的意見都沒有問 那個可不可以請今天來委會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的代表上來 這是勞動關係師副市長的 好來請 副市長你好 針對今天這個修法 請問勞委會的立場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尊重主管機關的意見 但是我們認為這樣子的立案 對於整個勞資的和諧 或者是勞工擴大的參與 我們樂觀其成 所以基本上面你們是採取一個贊成的看法嘛對不對 是的 那你們現在跟金管會有不一樣的見解 你覺得這件事情接下來要透過什麼方式來處理 要怎麼樣整合你們兩部的看法 還是就你們兩部都完全尊重大院的決定 是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因為這個證券交易法的主管機關是金管會 那站在一個尊重主管機關的立場 我們表達了 沒有嘛 你現在在行政院下面有不同的部會 我們是按照職能來加以分工嘛 是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 這個政府對外只有一個態度 就行政部門你們自己的意見立場都不一致了 那讓外面完全物理看花 就是說現在 政院的院長 政院的行政院 在這個重大的議題上面 所採取的立場是什麼 行政院是不是應該要整合出一個一致的立場 對社會外界說明 那當然立法院所做的決策 那個是立法院必須要對我們的選民 還有整個社會負責任的 但是就這件事情 行政院應不應該有個統一的立場 是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基於我們擴大勞工參與的一個 我們勞動部的一個政策 我們會把這樣的議題 跟金管會或者行政院來充分表達 在行政院入會的時候 如果討論這件事情 勞動部 可不可以堅持你剛剛所講的那個立場 還是會屈從於在資方的壓力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因為今天勞工董事 他是一個企業民主的機制 他是為了促進勞資的和諧 以及我們勞工擴大參與的機制 做一個報告 在整個國營事業管理法修法之後 目前大概有35家的國營事業 那目前有50 在我們統計到104年的9月 有56位的勞工董事 那目前整個推動的制度上升良好 你們有具體的研究報告出來嗎 你是指哪一方面的研究報告 就針對在這個國營事業裡面 增設勞工董事了以後 增設勞工董事了以後 對於整個企業的表現 對於整個勞動關係 對於整個勞工的福利 從各方面的指標 他到底是一個plus還是一個minus 是一個好的制度 還是一個不好的制度 你們有沒有做研究報告 是 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那我們大概在整個立法通過之後 我們針對勞工董事專業智能的提升 其實我們有陸續的在94年之後 有針對這一部分 他的 我現在問的不是勞工董事智能的提升 我現在問的是 這個制度變革了以後 對於整個企業經營的成效 是不是會現在猶如 很多私營企業裡面 他們所講的 會對於什麼公司的治理 造成重大的困難 然後講了很多負面的理由 我現在要講的是勞動部你們針對 國營企業增設勞工董事以後 是不是有做相關的研究報告 目前我們沒有針對這個做專門的研究報告 你們如果自己沒有去做專門的研究報告 我拜託勞動部 去做一件事情 最起碼把目前針對這個議題 有做獨立研究的學者的文獻收集一下 把這些研究的成果彙整一下 然後把這些研究的成果送交給金管會 請他們參考這樣做得到嗎 是沒有問題我們會依照委員的指示辦理 但我實在有點難以想像喔 就這個制度已經施行了十幾年了 你們對於這項制度的變革沒有做成效報告 我自己隨便透過學術文獻的搜尋系統去搜尋 我就找到了很多有關於設置勞工董事 在實行以後大家效果上面的評估 有一些採取直信的研究 有一些採取量化的研究 這些研究報告的結果 基本上面最後的結論 大概都是 我唸一下好了 不論對於勞資關係 勞工權益 企業利益等方面 皆呈現具有正面的貢獻與功能 那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重大的制度的時候 絕對不應該啊 單憑著資方 他一己的意見 來做這樣子的決定 我們在國運事業設置勞工董事業以後 所造成制度運作的成效到底是怎麼樣 對我們今天在決定這個重大的公共政策的議題 這個勞工的意見會不會有困難 還是有困難要請勞委會代辦 其實我們是認為勞工的意見就是要實施了 所以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再去問他要不要 因為我們是傾向於相信所有勞工是對這樣的制度是持正面看待 那我們也認為我們並不是反對 我們只是認為在還沒有比較好的這個共識跟配套措施 或者是說有比較好的機制 這個話我大家都聽得懂 我現在以比較具體的問題來講 假設今天本院所做的決定是朝向要定的方向來做的話 我請教一下主委或者是勞工部這邊也好 針對現在14條之期 不管是黃昭順委員的版本還是劉建國委員的版本 大家都只有兩項嘛 針對勞工董事啊 去增設仿造獨立董事不得擔任的消極事由 這樣的立法方向 不曉得主委或者是勞委會採取的態度是什麼 獨立董事如果公司法第30條的消極事由的話是不能被選任的 那就勞工董事的部分是不是有必要針對消極事由進一步的陣列 沒有這個部分如果主委現在還沒有答案的話沒有關係 但是未來在整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會希望勞委會也好 主委這邊也好 都能夠積極的 就如果我們要定的是朝向要定的方向贊成的話 那本席希望在法律規定的時候最起碼要做到細緻化 未來可以運作 也可以免除主委剛剛所講的有關於佩套 到底周不周全的問題 謝謝 有請賴斯巴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先進 請一下王主委好嗎 請王主委上台 主委 主委你好 剛才我聽了你跟委員的尋答 你們的報告當然只有簡單幾頁而已 但是裡面的講法其實都很清楚 基本上來講金管會議現在是比較站在所謂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這個stakeholder 所謂的這個利害關係者的話 你們避免把勞工抗得進來 這個事實上勞工是企業經營一個很重要的一塊 讓你知道一下台灣最近這幾年 社會產生一個這麼大的改變 其實整個思維特別是年輕人 年輕世代就認為分配不均嗎 就我們如果看他們的